是泰家的Alex 他說他不明白資金為什麼不買小米 他說其實公司是不是有些負面的東西 我看不到呢 他28元有貨的 原本看好他的前景 他說現在有點動搖 他說你怎樣分析小米的前景呢 小米的前景 我會這樣說 一間科網公司 好看管理層 好看公司的執行能力 小米近一兩年的業績很厲害 毛利率不斷升 出貨量很厲害 最近跟你說 全球第二 一哥 要做一哥 但是問題就是 買科結果我們說 帶前提 公司有一個很強的執行能力 是 是不是因為公司有一個很強的執行能力 導致它的市場獲得第二 是 未來做第一 應該不是的 是 那個問題我就向來看 純粹因為華為出事 它可以從中 取利 取利 麥港相爭與人得利 類似這樣的道理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麽它的一哥言論出來了 或者出完業績之後 都是衝高之後 會落 其實你看近期內地說的榮耀的品牌 就是華為 跟它打得很近 當作宣傳 各項的東西都在位在位 唯一的分別就是 華為可能還沒有很多的5G手機去供應 是 所以小米的唯一亮點就是 華為仍然是可能不行 但問題是 這件事就未必支持到股價升上去 是 未必是一個時候去買 相反對近期的資金 是 是 很多高位跌了 五六十個巴仙 因為它沒有什麼跌 所以就沒有什麼新的 是 是 但是真的論跌幅 跌得相對沒有那麼多 你說會不會選擇做戶馬部署 我覺得可以 是 你看圖上面 真的一般 近期有全雷軍減持配股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會贊 是 它減持也是做捐款 是 但是問題就是 市場不會接受 市場未必會真的會贏你 是 你可以用共識錢 是 你看好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你講 短線來說 我覺得 小米就是會有 比較大的機會 輸入資金 但是如果你長線拿著的話 在華為不得這個因素下 又有一定的衝勁在 但是就不會很疏勵 所以你可以做戶馬部署 你說 你問我對小米覺得很忠誠 是 是 我 很想要 你 我 有 去了 當然 發 了 我 發 床